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经期会 短租房东要注意了 如果房客在短租房屋内举行大型派对 屋主小心连带受罚 洛杉矶有两名抖音TikTok的网红 最近被检察官提起公诉 这两个网红短租了一间位于好莱坞山上的房子 在屋内举行上百人聚集的派对 警方接获邻居报案 除了逮捕两个非法集会的网红之外 将房子短租给网红的两名屋主 也被检察官以违反公共卫生危机罪嫌提起了公诉 两名在短租房内公开开派对的TikTok网红都很年轻 一个19岁一个20岁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拥有将近2000万名追随者 检察官在起诉书当中提到 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 一个在抖音上有将近2000万名追随者的人 应该要为所有的人建立良好的行为榜样 而不是为了在自己的频道上发布影片 肆意妄为违反法律 短租房的屋主不是第一次违反市府规定 他们已经多次收到检察官的警告信 也已经被开罚许多次 屋主为所欲为终于被重视提起公诉 下个月法官即将开庭审理 屋主可能会被判处一年监禁 令科2000美元罚金 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 加州的山林大火不断 加州最近的野火烧掉了130万英亩土地面积 湾区的三个大型火场焚烧面积超过80万英亩 加州州长纽森说 加州大火不断是加州的现实 那么您住的地方安全吗 UC Berkeley学者说 加州人口越来越多 在1990年到2010年之间新建的房屋 有一半以上盖在市区的外围 接近山林野地的地区 这些地区都是野火发生的高危险区 高危险区的房子越盖越多 这就是加州近年来大型山火造成巨大灾难的主要原因 都市外围地区的发展 占近年全美国开发土地案的九成期 也成为近年来新建房屋的主要集中地点 像是湾区的Napa九乡和附近地区 南湾的Santa Cruz山区 最近几年几乎都年年发生大火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